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ZenFone其實對我來說這是一部蠻難寫的影片的稿子 一方面是我期待這部手機已經非常久了 所以當我真的拿到的時候 我能夠想到我去使用我去測試的功能真的非常多 那當我真的在 在寫稿子的時候我就很難把這些功能百分之百的都整理出來 所以或許之後如果有些想法的話我就寫在文章當中 或是用另外一部影片來說明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ZenFone 7這部手機已經有很多人評測過了 不管是國內國外 那我希望可以多講出一些內容是其他人沒有講到的 或是我真的是我自己的感覺的 所以我覺得 即便你已經看過其他ZenFone 7的影片 這部影片對你來說應該還是蠻有價值的 以一支規格這麼好的旗艦機 拍照也這麼強的手機 我真心覺得便宜 我充分感覺到華碩在定價方面的誠意 早買的堅定粉絲其實也沒虧 有延長保固 有螢幕意外顯 有3000塊的郵政禮券 Pro版還有送三軸穩定器 我覺得華碩真的是做了面面俱到 粉絲沒得罪 現在買的用戶也覺得便宜不虧 至於更進一步的選購建議 請大家去看之前Enterpox的這部影片 有幫各位分析跟介紹 我們這一集就不講選購建議了 開買到現在 許多通路都降價了 現在最便宜的入門款 2萬不到就可以入手了 以S865這顆處理器來講 如果你在購物網站 從便宜開始排序 很快就可以找到ZenFone 7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華碩定價 真的是很有競爭力 之前開箱的部分 我們也有出一支單獨的 ZenFone 7的開箱過程 這部我們就講更細一點的 像ZenFone 6打開盒裝的時候 只有一個區域 而ZenFone 7打開盒裝 分為了左右兩個區域 右邊是手機本體 還有保護殼說明書這些的夾層 左邊是充電器和充電線 而手機和配件所有的重量 我們都列在這邊 給大家幾秒鐘的時間看一下 ZenFone 7 演習了三卡獨立卡槽的設計 任何一張卡都不用妥協 真的是很棒的設計 不過也因此卡槽比一般手機還要深 退卡針也比其他手機的還要長 所以華碩的這個退卡針 你可別弄丟啊 去年各家手機廠商還在瀏海打孔的時候 華碩就用Flip Camera 達成了全螢幕的規格 還兼具了自由的拍照角度 這項獨門崛起在ZenFone 其實進一步發揮到了三鏡頭 而且還用了旗艦級的感光元件 華碩也進一步推升了螢幕規格 使用了SIMSON的AMOLED 無瀏海、無遮擋、無打孔的全螢幕 就是爽啊 零框也更窄了 感覺下巴也窄了一些 在顏色顯示也更上一層樓 亮度也更亮 像這邊由上到下分別是 ZenFone 7、iPhone 11 Pro、iPhone 11 他們都同時播放同一部影片 然後手機的亮度螢幕都開到最亮 當下的感覺就是 ZenFone 7的亮度和顏色 大概是介於iPhone 11 Pro和iPhone 11之間 不過畫面上因為是相機紀錄的 所以並不明顯 加上角度、距離 在相機上看起來也沒有那麼絕對的公正性 但是以現場看起來的感覺就是 ZenFone 7的螢幕效果真的不賴 對於上一代來說有非常大的進步 這兩款iPhone都是60赫兹的 而ZenFone 7是90赫兹 螢幕更新率的提高也是去年意料中的規格啦 不過像我自己是很少在打遊戲 但是在滑網頁或是瀏覽檔案的時候 滑動的感覺都有明顯的提升 為此我還特別在設定顯示的動畫速度中 將預設的1倍調整到0.5倍 這樣看起來感覺操作上又感覺會更快 規格中也提到了DC調光的部分 那理論上它是比較不會有疲倦感 不過我自己是看不出來啦 但是同時阿棠他的引擎就比較敏銳 他說他看久了覺得還是有差異 那這部分就給大家參考 6.67吋單手掌握還算是拿得下 重量也算hold得住啦 但單手要滑到整個螢幕 當然是跟不過去的 平常幾乎都是一手拿另外一手觸控 Flick Camera也達到了20萬次的翻轉 ZenFone 6是10萬次 所以是直接翻了一倍 20萬次相當於每天翻100次 連續翻5年 我假設真的有這麼厲害的話 到時候差不多是ZenFone 12 還有ROG Phone 8了吧 先前在懸購建議裡面我有提到 我覺得ZenFone 7的8G 128G 是最不划算的機種 就有很多網友提到 他們同樣也覺得很無奈 因為最入門款的6G 128G 就只有黑色沒有白色啊 那這一台呢就是白色的 然後它是8G 128G的規格 因為這台是跟朋友借的 它跟我一樣喜歡白色 不過它沒有打算上ZenFone 7 Pro 8G 256G 所以對它來講最入門的其實就夠了 但它只好多花2000塊選擇這款白色的 那另外這台既然是借的 就是要還嘛 我怕刮傷螢幕 所以用了X1的保護貼 這個保護貼它是非滿版的 也不是玻璃材質 不過它主打的就是防爆 應該說就是摔不破 我想因為不是玻璃 要碎掉應該是蠻不容易的 那他們官網也有一些很激進的測試影片 另外它不是玻璃的9H抗刮 所以以我的經驗 大概用不到一個禮拜就出現有刮痕了 然後也蠻容易沾灰塵的 那至於輸油性方面 我覺得用到現在一個多月 可能有沒有快兩個月啊 一定忘記了 上面還是有輸油效果的 那講回Renfone 7的顏色 它的這個白色正式名稱是幻彩白 我覺得它其實也不是真的白色 它是非常非常淡的淺藍色 而且在光源照應下會有紫色粉色的反光 整個感覺就很唯美 粉嫩粉嫩的感覺 不過這就跟我字面上能夠理解的 幻彩白這三個字就不太一樣 雖然不會說不好看啊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幻彩白這一款 但就真的跟我想像是有落差的 而魚躍黑我就覺得中規中矩很安全的顏色 玻璃鏡面神色極深在光源下 照應出一道道漸層拉絲藍色光束 那蠻多人都買這一款的 那ZenFone其實拜託你低階款還是出個白色的嘛 我之前就蠻反感的 如果手機有USB-C 然後還給USB2.0的速度這件事 我就覺得很不方便 因為平常如果用手機拍照 我就需要用USB-C的線 然後傳到電腦上 所以我覺得用USB3.0速度會快很多 那作為一隻專業手機 內建儲存空間 你都用到這麼好的規格 UFS3.1耶 那還不用USB3.0 就很像少一塊肉那種感覺 應該說就很像你去自助餐夾菜 然後你用那種有格子的餐盤 最後一個如果空的話 你就下意識的再去夾一個菜 把那一個填滿 就這種感覺 當然也不是只有華碩這樣 其他手機很多旗艦機 也沒有給到USB3.0 但我就覺得這點對我來講是蠻重要的 我主要用USB線 就是讓ZenFone跟Mac連接 主要就是從手機拉圖片拉照片 到電腦比較多 然後透過一個叫做 Android檔案傳輸應用程式的一個APP 然後才可以傳輸資料 不然就這樣用記憶卡 記憶卡在那邊複製好幾次也是很麻煩 所以我最近開始嘗試一個功能 就是無線檔案傳輸 目前我使用它的速度大概是60Mbps左右 所以比USB2.0有限的還要再快一點 不過還是比USB3.0的有限還要慢啊 那有USB-C 我們就順便把手上一些USB-C的裝置都接上來試試看 整理在這邊給大家 TopMore TS-1 SSD 1TB 這是一顆USB-to SATA的SSD 非常輕巧 和適合拿來備份手機資料 那還有最近開箱的Noda Turbine 這是一顆內建風扇的USB-to PCIe Gen 3x2的SSD 它耗電量又更大了 但是它也是可以運作的 或是像這個 ASOS TORR ASU 2.5G 它接到ZenFone 7上面 也是可以正常上網的 不是用無線上網 它是用有線上網 其中我覺得最酷的就是Architio的這個NT2U3EC外接盒 我問了Architio的客服 問他們說 這個有沒有測過可不可以接手機 他們回覆說他們也沒測過 不知道可不可以接手機 哦?沒測過 那我興趣就來了 實際測試這種奇葩的接法 也是可以的 我自己都覺得蠻好笑的 那以上這個測試結果就提供給大家參考啦 接著我想聊聊續航力 ZenFone 7的5000mAh 真的是可以用一整天都不用充電的 即便這一代用了 應該是更耗電的90Hz的螢幕 加上我每天都開著5G 而且都是把它設定在高效的模式 一整天在外 下來都還有剩個2-30%以上 睡前再插上去充電就好了 或許這代代表著 一兩年後假設電池衰退 依舊可以滿足一天日常的續航使用 有時如果手機用的比較少 甚至可以到兩三天才充一次電 在大電量和快充之間 華碩選擇了大電池 在ZenFone和ZenFone 7也逐漸了解到 華碩對大電池堅定的想法後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解釋是 頗有邏輯也蠻有道理的 至少這是有說服我的 我也很佩服華碩的堅持 認同他們可以在市場上 清晰地做出跟別人不同的判斷 而選擇大電量 聰明的你應該馬上就可以聯想到 ZenFone 7在充電時間上的數字 其實就不會這麼好看了 ZenFone 7的充電時間是兩個小時 17分鐘 上一代ZenFone 6的兩個小時41分鐘 也是有進步 大約半小時 而我覺得不管是兩小時還是三個小時 只要能夠在一個晚上睡覺充完 確保我明天要用的時候是充飽的 那就可以了 充電器由上一代18瓦提升到了30瓦 充電器跟RG Phone 30同一顆 雖然跟其他高瓦數的快充機種相比 就少了一個噱頭 或是覺得30瓦數字上就矮人一些 但我覺得在日常使用的情況下 兩個小時的充電時間其實也沒有什麼障礙 即便有急需充電的情況下 低電量也能在半小時左右就充到一半 那令我比較費解的是 ZenFone 6它不管你的機種是 迷幻銀還是星夜黑 配的都是白色的充電器和白色的充電線 我是比較喜歡白色 但是ZenFone 7不管是Plasto White還是Aurora Black 都是配黑色的 蛤?就可不可以統一一下 就每年換一次顏色我就看的有點不是很懂啊 唉好啦沒關係 明年可能也不會有充電器顏色這種問題了 因為大概明年可能也很多廠商不會附手機充電器了 有一天不知道是在新聞還是哪裡 看到3DMark推出了手機版的測試 我就用ZenFone 7下載 然後下載完以後要開始測試 結果系統就跳出來說 我是第一個用ZenFone 7這個裝置跑3DMark的 在Wildlife裡面分數有3754分 畫面有22.5fps 在AndroidBench測試UFS的讀寫速度 循序讀取的速度大概是1600Mb 循序寫入的速度大概是700多Mb 在Geekbench裡面單核達到938分 讀核達到3426分 也測試了一下MicroSD的讀寫速度 測試的標的是雷克莎的633X 讀寫速度大概就是在340Mb左右 當得知ZenFone 7使用側邊電源鍵指紋解鎖時 我覺得這超棒的 之前用其他手機的指紋側邊解鎖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設計 這實際上手ZenFone 7的時候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不過後來馬上發現 蠻兩極的有好有壞 兩兩抵消也算中和啦 那好的部分就是 解鎖速度很快、很方便、很準 還有智慧按鍵也整合了在一起 那我目前設定這個智慧按鍵 就是兩按兩下就是自動開啟相機 因為我平常使用最頻繁的就是拍照和錄影 用了一段時間後就發現一些缺點 像是這個按鍵就有點爛爛爛爛爛 而且我看過其他台針縫氣也是這樣子 所以手上這台應該不是孤立 然後平常解鎖速度是又快又準 沒話說啦 但有時就只是握在手上 或是我剛好要去拿手機 手指或是手掌的其他部分 就很容易悟觸到這個辨識區 那指紋辨識就會判定失敗 次數一多 當你下次真的是打開要解鎖用手機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說 因為解鎖失敗太多次 這次就只能允許打密碼了 這種感覺就很無奈啊 就覺得這個體驗就是讓 側邊的指紋解鎖開了倒車 我比較了一下 為什麼之前用Sony還有Samsung的手機 側邊指紋解鎖的時候 就沒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整理了大概兩個原因 第一點我覺得其他好的指紋解鎖 它們的設計都是內凹的設計 而ZenFone它是凹下去一點點 然後按鍵本身又突出來一點點 加上這個按鍵的寬度也比較窄 手感就變得非常不明顯 就會很容易誤出到 第二點其他品牌隨附的手機保護殼 或是可能第三方手機保護殼 通常它們設計都是圍繞著指紋解鎖鍵 所以它會把它包覆住 這就會加強了凹下的手感 也就進一步突出了指紋解鎖的區域 所以就不會誤按 而我目前使用ActiveCase 會用透明保護殼裝上ZenFone 7 這兩個殼的設計 它是完全避開電源鍵 還有音量鍵這個區域的 這整個區域都避開了 就完全沒有做到加強指紋辨識的這種效果 我沒有試過其他第三方的保護殼 可不可以有做這樣的設計 我沒有試過也沒有實測 實際這樣用起來會不會好一點 不過整體來說 我覺得ZenFone 7用指紋解鎖很棒 然後用側邊指紋解鎖更是加分 但是在這個手感上還是需要調整一下 那目前一個不錯的解決方法 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在設定的地方把它改為按下才解鎖 既然講到保護殼 我們就先講一下保護殼好了 隨附兩個保護殼這一點還是蠻不錯的 一開始我是比較想要用透明殼的 因為能夠看到它機身背後的 淺藍色還有粉色紫色的反光 不過嘗試裝了ActiveCase後 我就沒有拆下來了 我就沒有回去用透明殼了 主要三個原因 第一個我發現ActiveCase 其實這個厚度還算是可以解鎖 不會說厚刀受不了 第二個是這個鎖定卡榫 真的是很實用 雖然我自己是沒有這種困擾 就是說我並不會讓鏡頭晃出來 但是當你知道有一個物理卡扣在那邊 心裡就會覺得非常的放心 那第三個就是ActiveCase的機背 有排列的幾何紋路 所以比起透明殼拿起來是更有手感的 也比較不容易有指紋 所以基於第二第三個原因 我個人投ActiveCase一票 ZenFone 7延續了ZenFone 6的翻轉鏡頭設計 那我想ZenFone 7的拍照實力 大家也看到很多相關的評測 那以我自己平常使用的經驗來說 我是很少在自拍的 但我依舊可以使用到翻轉鏡頭的魅力 像是拍花的時候就可以拍出一些比較特別的角度 或是像拍全景的時候 我只要手固定在一個地方 然後點下去讓它自己轉就好 我就可以大幅度減少我手抖的機會 那全景拍的成功也會高不少 這次還加入一個新功能就是快選角度 那如果你不喜歡它出現在頁面上也可以把它關起來 那如果你習慣它的話它可以讓你快速叫出 你想要的指定翻轉角度 原本想說把拍照的樣張還有錄影的結果 放在這邊給大家看 不過後來發現這樣做起來 可能這個影片要四五十分鐘 非常可怕 所以我們決定把它拆成兩部 拍照跟錄影的稍等一下 我們再過幾天 我們把它獨立做成一部影片給大家 那以簡單來講拍照部分 我覺得ZenFone 7的拍照實力 想叫ZenFone 6進步非常多 那不止光學的感光元件 IMX686的進步 那在軟體方面的調校 我覺得也比ZenFone 6好了不少 錄影加入了8K30FPS 不過我實際用了一下發現 可能是用意義不大 我主要還是用4K60FPS來拍攝 那另外就是顏色方面 還是跟ZenFone 6一樣的感覺 就是太濃太作作 我比較不喜歡這樣的顏色 但是在防手震方面 我覺得提升哇非常多 這個防手震非常厲害 而且還不是超級防手震 就是一般4K60FPS的防手震就很厲害了 那如果是4HD的超級防手震 哇那個就更厲害 還真的你丟到電腦裡面 然後加一下後製 可能看不出來 這個是有沒有用穩定器的了 所以詳細的樣張 還有錄影的畫面 再請大家稍等一下 我們之後做成獨立的一部影片 那在麥克風方面 這次增加到了三個麥克風 那其中一個是指向性的麥克風 軟體方面也增加了兩個功能 一個是濾風切聲 另外一個是聚焦收音 那因為我們都是在外面拍比較多 所以聚焦收音就沒有什麼用到 但是濾風切聲就用到蠻多的 那實際測下來發現 ZenFone 7的濾風切聲真的是有它的效果 例如在同一個場景下錄影收音 其他手機可能只聽得到噼里啪啦的風聲 完全聽不到人的聲音 但是ZenFone 7呢 雖然還是有風的聲音 可是人的聲音也很明顯 你不用努力去聽就聽得到了 ZenFone 7是我第一支真的在意義上 拿在手上這麼久 然後認真評測的5G手機 而且它支援了5G全頻段 實際搭配手上5G門號的經驗 也分享給大家 主要的使用範圍是在台北市 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時間 其實都還是用4G連線啦 那真正連到5G的時候 速度差異也很大 例如說超過500Mbps的情況 其實寥寥可數 那平常比較多還是在200到100Mbps左右 那其實這個速度 就跟4G加加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而實際感受 看影片或大量上傳下載東西 數字上是有感覺快一點 但是實際使用上 你不會有什麼很明顯的感覺 那晚上人少的時候用網路 可能你會覺得這個速度 比5G這個升級的速度 還要更有感 因為晚上使用的人比較少 那我覺得如果一支手機 你會用很久的話 那現在買5G手機其實也不會虧啦 因為反正以後還是用得到啦 那如果你現在已經有ZenFone 7 或其他的5G手機 可是你的門號還是4G的話 其實也不一定要馬上換到5G 因為我覺得這個速度 其實真的 平常感受是感受不出來的 然後這個上傳下載的差異 也沒有到非常非常大 而且呢大多數 5G的門號比較貴 如果你現在4G的 比較便宜的 有吃到飽的方案 你可能5G的好像價格 是有限流量 是沒有吃到飽的 所以可能不見得有比較划算 這個大家自己要去衡量 講到最後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忘記了誰呢 嘿 耳機孔啊 正式從ZenFone上面退位啦 當然這一點我們在上市之前 也有猜測到啦 那以我現在使用下來的情況 其實我真的用到耳機孔的機會也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好像拿掉耳機孔 這現在對我的衝擊是沒有這麼大的 總結來說 以目前不到2萬元的價位 就可以入手S865晶片的旗艦手機 我真的覺得蠻不賴的 那螢幕用的也是Samsung的AMOLED 或是說差不多價位的手機 大部分都是用UFS3.0 當然我知道UFS3.0跟3.1 可能在實際生活上的感覺是不會這麼大的 甚至我可能自己也感覺不出來 但從這邊我就會覺得 華碩給規格算十分大方 那價格也誠意十足 以及獨家的Flip Camera 讓拍照、自拍、低角度、拍攝 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即便你平常沒有用到反轉鏡頭 這次ZenFone期的拍照和錄影 相較上一代也有非常大的進步 我覺得我可以實際想到 跟用到的內容應該更多 但是現在錄影跟寫稿的時候 實在是想不太起來 還請大家多多指教和諒解 那之後呢 我們會再用更多的影片和文章補給大家 大家也可以留言想一下 想要測試什麼項目 我們盡量來完成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2-3-5 左右 3-5 左右 請您按讚、訂閱、點讚、記錄、通錄、封面 2-3-5 左右